他是中国创业史的第一批开拓者之一,曾白手起家,一度成为中国首富,如今已是隐形富豪,身价超过500亿元,他就是史玉柱,中国第一批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。 单说史玉柱这个名字,熟悉商业的朋友们肯定不陌生。 但就算你没听说过他的名字,他家的产品你也肯定再熟悉不过了,那就是脑白金。 曾几何时,脑白金的魔性广告一度霸榜所有电视台,成为了两代人的童年回忆。 但史玉柱所创造的传奇,可不只是一个脑白金。 本期的创始人观察,就来带大家走进史玉柱的创业故事。 1962年,史玉柱出生于安徽邦部的一个小康家庭,虽然很多人都是靠着脑白金认识史玉柱的, 但这位最早的创业方向可不是保健品,而是颇为时髦的信息产业。 1984年,史玉柱从这大毕业后,就一直在深圳从事互联网、计算机相关的行业。 期间,史玉柱不断学习商业知识,在公司还晋升为高管, 到了1991年,他便打算单干,创立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巨人公司。 巨人初创的时候,史玉柱还是一个技术宅,公司主打的业务是搞汉字处理软件。 只不过此时的史玉柱也缺钱,甚至没钱买演示电脑,不过是金字总会发光的, 史玉柱靠着自己过人的口才,四处在深圳的各大公司推销自己的汉字处理软件。 而当时正是计算机在国内普及的重要年代,因此史玉柱的软件生意做得相当不错。 在创业的第一年,史玉柱的巨人公司就从当初默默无名的小工作室, 发展为了规模将近三亿的软件名企。 在软件领域打出名号以后,史玉柱也和很多商人一样, 打算搞搞投资,发展一下副业。 只不过这一次,向来精明的史玉柱却昏了一次头。 时间来到1997年,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, 在1993年史玉柱为了扯虎皮拉大旗,还打算盖一座巨人大厦, 但也正是这个巨人大厦的兴建成为了史玉柱创业史上的最大败笔。 史玉柱将巨人大厦的选址定在了珠海市, 为了兴建这座大厦,他从珠海市政部门拿下了4万平米的土地, 预计将投入12亿元,兴建当时中国最高的企业大厦。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,史玉柱的巨人集团作为一个软件企业, 并不需要这样一个面子工程来当办公地点, 哪怕是在深圳盖写字楼,开销也远比搞一个70层的大厦要低得多。 但史玉柱当时急需维持形象,巨人大厦的工程停不下来。 终于这个巨大的面子工程成了巨人集团日夜流血布置的伤口, 搞得史玉柱资金链断裂,在1997年负债2.5亿,从首付变成了首付。 此时的史玉柱可谓焦头烂额, 他曾想过把巨人大厦给卖出去来回笼资金, 但这时候他才意识到,自己倾尽所有修建的巨人大厦, 不过是珠海荒地上的一座烂尾楼,根本没人接盘。 就在史玉柱山穹水尽的时候, 中国突然出现的一个智商税产品给了他新的灵感, 那就是三珠口服叶。 三珠口服叶事件,年轻一代的观众可能没听说过, 但各位70后,80后的观众肯定相当熟悉。 简单来说,就是有人将类似糖水一样的东西当保健品卖, 是妥妥的智商税。 但偏偏是这样离谱的东西, 在当时甚至卖出去过几十亿元的销售额。 尽管后来三珠真相败露, 创始人也身败名裂直接破产, 但这却给了史玉柱灵感, 中国最魔性,知名度最高的保健品, 脑白金即将横空出世。 三珠的迅速崛起和轰然垮塌给了史玉柱灵感, 他也打算搞一个保健品, 这玩意来钱快,利润高。 但他也吸取了教训, 就是不能用力过蒙。 于是在1998年, 史玉柱创立了脑白金这一品牌。 其实,最早的时候, 脑白金的名字其实叫脑黄金, 不过内容大差不差, 都是些所谓强身健体的保健品。 史玉柱很聪明, 他没有像三珠的创始人一样, 将自家的产品吹得天花乱坠, 因为他知道这层窗户纸迟早会被捅破, 大肆宣传功效绝对是一部臭棋。 于是,他开始在另一方面下功夫, 那就是广告。 史玉柱给脑白金设计的广告相当简单, 就是短短的两句台词, 今年过节不收礼, 收礼就收脑白金。 这种看似烂俗的广告语, 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, 其秘诀就是不断重复。 靠着在各大电视台搞病毒式的扩散, 脑白金的广告词, 已经不只是广告这么简单了, 它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和符号。 史玉柱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, 尝试在广告上玩洗脑循环的企业家。 靠着爆火的脑白金, 史玉柱又支冷起来了。 不过经历了巨人大厦的惨败后, 再度崛起的史玉柱变得低调了许多, 并且作为一个智慧的企业家。 他也知道, 保健品只是权宜之计, 很快史玉柱就开始布局新的事业。 这一次, 他选择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领域, 网游。 2003年, 史玉柱将年销十亿的脑白金卖掉了, 开始进军游戏领域。 说起史玉柱做游戏的契机, 其实有些滑稽, 单纯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网瘾大叔。 网易的创始人丁磊曾调侃过史玉柱, 说他每天工作最大的任务, 就是玩传奇网游。 的确, 史玉柱在当时相当沉迷游戏, 不过爱玩游戏的史玉柱也从中发现了商机。 2005年, 史玉柱与盛大的创始人陈天桥达成了合作, 开发出了大名鼎鼎的征途, 在当时一度成为与传奇齐名的网络游戏, 让史玉柱赚得盆满钵满。 如今的史玉柱靠着游戏产业, 已经有了500多亿元的身家了。 纵观他的创业之路, 我们不难发现他做生意相当的灵活, 或者说是随缘, 无论是在经营手段还是跨领域上都是如此。 那么各位认为, 史玉柱的创业是无心插流, 还是他其实早就有所布局呢?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, 请关注我, 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。